张宋文微博之夜获年度匠心演员 大家好 我是阿珍 竟然好 这趟张宋文从横电回北京 可谓收获满满 先是在没有官宣的央视电视剧年度盛典上 拿到了年度男演员的称号 当然这个事情还没有公开宣布 不过大家该知道的已经知道了 张宋文是和胡歌一起拿到了这个荣誉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荣誉 我之前就说了 从奖项来说 这个电视剧盛典肯定要比微博之夜的奖项要重得多 张宋文等于是央视 给了张宋文这一年以来的努力热度 以及狂飙这个电视剧应有的认可 我们都应该感到非常的开心 那在昨天晚上 是规模更加盛大的微博之夜 几乎整个大半个娱乐圈都出现了 微博之夜每一次都是明星云集 那在这一场明星云集的晚会之上 张宋文依然是一个闪耀的存在 整个微博对张宋文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张宋文唯一经常用的社交媒体就是微博 他在其他社交媒体上没有账号 他在微博上分享自己的生活 拍花花草草猫猫狗狗 这个晒自己的日常的工作 积极的和网友们恢复 他在微博上有大量的和网友们的互动 那这一次呢 微博之夜啊 针对张宋文也给了很多专门的环节 我觉得还是用了心的啊 因为微博对张宋文很重要 张宋文对微博更重要 那在下午的红毯环节啊 我是完整看完了的红毯环节 确实是群星闪耀啊 张宋文是和孤舟的剧组一起出来的啊 他带领了孤舟的三个年轻演员 一起来走的红毯啊 他和陈独环啊 王宇文还有这个曾顺希一起出来走这个红毯 这个红毯上设置了几个区 每个区的这个拍照主题不一样 有这个佛系区啊 然后有这个萌萌哒 还有一个什么区我记不清了啊 反正张宋文和陈独环 直接就奔着萌萌哒那区就去了 小熊老师嘛 一直萌萌哒 然后这个走完红毯进入内场 在晚上这个正式的颁奖环节开始之后 微博之夜是这样的 因为他这个流程非常的密啊 他颁很多的奖啊 所以我都说了这个奖啊 大家就不用特别在意 他是基本上你来了啊 就会有奖 当然这个胡歌的这个繁华剧组除外啊 昨天他们是来颁奖的啊 并没有拿奖 所以现在这个这个吵的也挺热的 这个事不管啊 放一边 然后张宋文领的是什么奖呢 他是和叶童啊 还有舍世曼一起 三个人一起获得了年度降薪演员啊 然后三个人一起上台领奖啊 张宋文在获奖的时候呢 说出了自己的获奖感言啊 非常简短 但是质地有声 他说择一世 忠一生 干一行 专一行 精益求精 希望对得起降薪 这个降薪就是指这个降薪演员啊 张宋文在这一点上 他不但是这么说的 也一直是什么做的啊 这个降薪就是讲的 他对艺术自私不倦的追求 以及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 心态非常好啊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我觉得这一点的肯定是非常好的 另外两位 这个艺人 叶童和奢世曼也是如此啊 几十年如一日 在自己的年龄上啊 依旧有自己的辉煌 所以我觉得这个奖是合适的啊 但是你说它是个多大分量的奖啊 我并不这么认为 但是接下来还有两个环节 我觉得新浪准备的还是很充分的 而且也是给了张宋文足够的重视啊 也是非常认真的构思了这两个环节 一个是有一个专门两分多钟的环节啊 林兰宇和这个尼格迈提 这个小熊卡呢 用张宋文在微博上的各种各样的给粉丝的回复 以及部分的这个上传的照片做了一个小熊的形象的一张贺卡啊 然后送给了他 专门有这个搬这个小熊卡的一个环节 大概持续两分多钟 在昨天晚上这么密 这么多人要上来领奖 还要表演节目啊 而且不光是影视行业 还有其他这个行业 在这么密集的一个晚会上啊 能专门拿出两分多钟来给张宋文搬这个小熊卡 我觉得足够体现了新浪 我觉得足够体现了微博对张宋文的重视啊 张宋文领到了这张小熊卡啊 拿到手拿到手之后不停的看啊 不停看非常喜欢 他还说明年希望能够增设一个降薪观众的奖啊 然后也直接向主办方喊话啊 主持人也说希望明年也能有一个这样的奖 所以整个的这个流程 我觉得非常温馨感人 而且和张宋文的风格非常的贴切啊 我很喜欢这个环节 那到后面还有一个环节 很有意思 就是明星们交换礼物啊 大家抽盲盒一样啊 每个人准备个礼物 然后大家互相抽取 看谁能抽到谁的礼物 那张宋文自己亲手准备了一件礼物 被谁抽到了呢 被杨子抽到了 张宋文准备的礼物是什么呢 是一个子竹啊 是子气东来啊 节节高升的意思 所以正好被杨子抽到啊 又是一个子竹啊 然后又意欲示着子气东来节节高升 我觉得整个彩头都不错啊 当然不管真的是随机还是安排的 我觉得这个环节都不错啊 彩头也不错 然后整个的这个创意也不错 这两个环节 我觉得都体现了主办方 对张宋文的用心之处 虽然昨天晚上群星云集啊 大盘云集 这个演艺圈的这个甭管是这个最大流量的明星啊 还是最有地位的导演都亲临了现场 但是张宋文还是有他自己的高光时刻 我觉得这就足够了 40多岁的张宋文虽然有了大量的这个关注度啊 和流量加深 张宋文依旧出心不改啊 还是在认真的做他的该做的工作 那在昨天晚上这个晚会结束之后 张宋文第一时间赶到了机场 把末班级返回了横店去拍戏 他的那个清零上空通密码还要赶拍 估计是希望年这个春节之前能够杀青 非常辛苦 然后在昨天呢 这个大草高业也上台领奖啊 那个领的什么奖我都记不清了啊 我再强调一遍啊 这个微博之夜的奖不重要啊 只是大家来亮相 这就像一个企业年会一样 是个联欢会一样啊 大家来的都是钱啊 这个开开心心的共计一堂 然后高业在领奖的时候啊 这个讲了一段话 我觉得挺好啊 高业就说 他过去的一年就像做梦一样啊 然后说没说两句 他就已经忍不住要哭了啊 他说这一年最最让他深刻认输到的 就是热爱可抵万难啊 我觉得大嫂高业的这句话 和张宋文整个的这个 和张宋文和张宋文一直以来坚守的 这个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其实真的是一个意思啊 高业十几年来不容易啊 莫怕滚打终于也被看到 张宋文二十几年来 莫怕滚打一直坚持 终于也被大家看到 所以整个这一年过去 想想从去年一月底狂飙开播啊 到现在将近一年的时间过去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热爱可抵万难 感谢狂飙啊 感谢徐吉州导演啊 让一直坚持的张宋文和高业 终于被这个世界看到 他们的坚持没有白费 他们足够优秀 他们应该有今天这样的成就 好 谢谢大家